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为主受苦 在埃及的开罗 一个十来岁的女基督徒 被回教徒强迫栽戒 背诵可难经 她被禁锢九个月之久 有人用牛栓 将她手上十字架的刺青给腐尸掉 在孟加纳 一家基督徒没有庆祝回教的节日 结果村民将这家的男主人的腿打断了 在北朝鲜 有许多的宣教士 被当作是间谍 关在集中营中 过得不是人的生活 在印尼 属于百计的教堂 被回教徒烧毁掉 在苏丹的北部 军队控制着生活的必需品 他们扬言 不信奉回教 就得不到食物和衣服 过去十年 有五十万的基督徒 在那个山间被杀害 我们说 二十一世纪 应当是一个文化开明 尊重人权的世纪 但许多的宗教 却仍然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 尤其是基督徒 更是到处受逼迫 从古巴到印尼 这一个世道以北的人口密集代 有许多的国家 对基督教采取的敌视的态度 特别是回教国家 每年数以万计的基督徒 因信仰而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 甚至有的为主寻道 当苏联和东欧的附庸国 一一垮台的时候 有一份报纸就宣称 若不把还在马朝中的婴孩捏死 那么中国就会步向那些国家的后层 事实上 今天在大陆仍然有许多的基督徒 他们在聚会礼拜中 还是带着恐惧 圣经上说 在末后的日子 人要逼迫基督徒 把他们吓在肩中 或是鞭打他们 迫害他们 可是他们要因此为主做见证 为什么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更是要猖狂作怪 因此基督徒应当警惕 为上帝小心 兼顾自己的灵性 保持对主的信心 并且为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祷告 因为上帝终极的审判 和世界最后的大灾难 马上就会领导 在赫德顺学院的院士 一位游医的 名叫霍罗兹维兹的 他说 他感谢美国基督徒和犹太人 合力地为在苏俄的犹太人争自由 但对世界其他受迫害的人 美国的基督徒却是无动于衷 让他感到震惊 如果全世界教会团结一致地 向那些独裁的暴君抗议 向迫害基督徒狂热的异教徒来辩理 至少那些国家的政府绝不敢漠视而不理 异教的领袖也得收敛一点 劝劝他们自己的信徒不要迫害人 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 谢谢